一個震動的情況 我看了 這個質量1受到激震 然後 中間有一個偶爾的這個太晃 可以看到這個質量2跟質量1 它是偶爾的在這個距離比起來 我們再看 第二段影片 第二段影片是在比較高屋面 看到沒有 這個震動 會變得比較大 但是它的這個頻率會比較高 所以工具有相當質量1跟質量的 它會有一個相像的一個 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 表現說你多個質量 你就會有多個磨碳 OK 可以 看我昨天的 我們快速的 解一下 所以基本上 像這樣的一個 這個 兩個 兩個質量的這個 系統 OK 我們 可以不考慮彈簧的舒服 但是我們很清楚的知道說 它會有兩個 它會存在的兩個 共振模胎 OK 這樣的兩個共振模胎 第一個是 OK 兩個都 向前 OK 可能 幅度上 會 會有些差別 然後另外一個 是一個 向前 那一個呢 它是 向後 所以 就是 說 還沒有去提 之前 我們大概 預計它 會有的 共振 形態 OK 然後當然我們 昨天 很快的 給大家 做了這個 分析 OK 然後我們把 運動方式 解析出來 OK OK 所以我們認真其實 如果說 質量 一收到一個 F1 Sign O F1 給你 快速去寫的話 OK 你的這個 運動方式 可以 往前 F1 所以它真的是 收到外面 作用 F1 但是它 要克服的是 K XP X2 這個 空間的彈簧 而 右背的彈簧 是 K XD OK 所以我們 就寫了 運動方式 F XK OK 然後 F P Sign 解析 K K XD 解析 A K XD 所以你有時候會讓他們 我怎麼覺得 盤力一定會把 KXD寫在這裡 寫在前頭 不寫在後腹 因為我們 想法很簡單 你的 和自我為中心 你的演技 是站在你一個 1分的時間上 你往前 前面 大方就給你往後退 跟你 你往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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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莫方的瘫房,瘫房另外一關也在移動 若瘫房就是正在移動,他就沒有給你的瘫房 所以你要取的是你的瘫房,前面瘫房的加速壓力 後面瘫房就算了,你說背後拉的瘫房 你覺得後面那個瘫房對你拉的走人還是這樣 所以後面這個呢,就叫拉伸 不管他是壓縮還是拉伸,你只要往前移 前面會跟你運動瘫房,後面也會跟你運動相反 所以你才能得到這樣的一個瘫房 所以當然經過整理過後,可以得到KFD 我先不要KFD等於FD3,OK OK 好,我們看指甲FD 指甲FD在前面 OK 他不是外力,但是因為他要往前移 他前面會有一個壓縮的彈劃 然後後面呢,會有一個拉長的彈劃 OK OK 這個是壓縮後面 OK 為什麼呢 你彈後的另外一段 是固定的 OK 這一段是固定的 然後 後面呢 他是被拉長,拉長多少 你往前移,Excel OK 然後拉長那樣 但是你彈劃的後段 OK 他是連上的Excel 所以他 總 拉長那樣的Excel 所以你的運動瘫房子 你先這樣是TEN Excel 那時候 然後 寫掉K Excel 寫掉K Excel 寫掉Excel OK 所以你最後你的運動瘫房子 你先這樣是TEN Excel 然後 然後 接著 PEN Excel PEN OK OK 好 有了這樣的一個運動瘫房子 我們現在 就把它寫成 寫成一個 這個 寫力放生組 然後 把它 收 然後 放棄在一起 OK 好 所以我们昨天起了很快 现在我现在一步一步行 现在让你们排这两个位置方程 ok 首先我归类 加弃鼓一下子归在一起 ok 然后位一下子归在一起 然后右手呢 就是第一 所以你这个是运动方程 第一 ok 基本上是第一行 成长这个架数下面 第二 第一行就是运营下面 所以这个第一行 第二行就是运动方程 ok 它运动方程是运动方程 它运动方程是运动方程 它并没有跟 第二个是运动方程 运动方程 就是运动方程 就是运动方程 第二个是运动方程 第二行 第二行基本上是 你的方程是二 ok 把它运动方程 运动方程 乘上XC 两个K 乘上X 然后右手向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 把你的公式 就是运动方程 第一件程是 这个叫做 指量矩正 ok 乘上你的 加速度下面 再加上 你的 这个 肝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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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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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肌肌 那這個利益呢,是一個上一旁旋 這是一個寫過的記載 所以有了這個理解,有了這個表述是 我們就現在能比較理解它的意義 而且就是說後製的這個處理也相對簡單 所以你這樣看,我這個要剪的 要剪這個題目 你們能力前的 看到我們把兩個聯力定住寫成 取證項項相成 但即便現在還是有一個難題 如說,我取證項項項項 但是我這一個項項呢 是射擊到一個不已的二速 Uhle 所以我们的位移到底是什么? X,T,X,R 它基本上就是正乎一正乎二 它叫Sine,O,T 所以如果从走向上来看,我们就拿 马帝的摩采 从走向上来看 就是X,T的位移 所以你从走向上来看 这个位移 你可以把它写成对应的力 跟对应的位移 它是同一个走期的 你的位移 力是F,E,Sine,O,V,R,T 所以你的位移 它做得通过的话 就是X,E,O,T Sine,O,T 对,因为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之前 我们就没有下面拆 什么意思 然后你的这个位移二呢 位移二 虽然它没有受力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坎力 是第一个质量 通过坎坊传给它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政府可能有差 但是它的周期 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 是跟你的肌震 的周期是一样的 所以我为什么才把这个Omega OK,位移的Omega 跟地的Omega 是写成一样的 基于这个 这个关系 你简单再说一次 第一分 跟你得到了肤肤 肤肢 OK,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什么 是你的Omega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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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跟这身上 Omega Omega 你的方程式 现在我们来 简化 你看到没有 你的加速度 跟你的 位移 有一个供应数 供应数就是你的腹子 身上塞的那样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 我这次我可以改写成 五十 承到三有没有 把公主拿出来 而这边 变得了 负我没有一个平方 然后 m 再加上 2k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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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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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 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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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机器打扫回来 OK 等了这个Crimal Tool 我们现在来找XE是什么 这个叫系统女生 这个是系统女生 这个叫系统女生 OK 这个是 部后半个柄方N 够后半个柄方A 够后半个柄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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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柄方N 所以展开来,它就是莫美加平方 然后加两个平方,现在变成平方 然后分子呢? 分子是什么? 分子就是你的 函 因为这是第一个位置数 就是你的第一函是第一函 然后第二函呢? 就是系统集成平面的第二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M1 够我们的 平方 M加2 我们把它去简化 要好想出来结果是什么 M1 够我们的平方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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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你要选什么 我们选Omega粉鱼 开个道 K3M 整一下就变成0 这里的X1 OK 选与 OK 这个是F1 乘上 这个是负K 加2个K 然后这个是F 这个下面是负K 加3个K 然后是负K加2K 大家可以简化的话 F1分成部分是正K 分母部分是2个K 乘上0 OK 所以第二个点 从Mega粉鱼开个道 K5M OK 所以你是先从一个正值的开始 OK 正的话就是说 你在之前 这个Omega小鱼 K5M K 这个就是正 OK 所以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到这个上面 到这个 到这个共振点之前 它都是正 但是 接近也不求不大 OK 然后直到跨过去之后 它这个鱼 它这个鱼 才会变 变 变 所以会变成同一个 正能从大 突然掉到 不得不从大 OK 所以就是 这个点 好 我们再来找 第三个 Ping 第三个Ping 我们现在要找 就是 因为我们分子分子 在我们个别去找鱼 然后 然后 在鱼 开开那两个K to the end的时候 你的 SB 是 SB 乘上 负两个K 加上两个K OK 然后分子分子分子 是负两个K 加上三个K 然后负两个K 加上两个K 然后把它减换 然后这个分子部分 就变成0 然后分子部分呢 就变成K 乘上负K 所以这个就变成 一开始 你这个 都不是负值 OK 看到没有 都不是负值 然后 到了 这个比例 开根号 两个K to the end的时候 它才从负值变为0 OK 好 我们再继续找 第三个K 我们也敢 可以开根号 三个K 里面 我为什么会找 三个K 因为我要把分子的 这个 这个 部分 这个 定理 分子部分 所以分子部分 是F1 分子部分 是F3 K 加3 K 然后 F3 K 加1 OK 然后 简化过后 我们就得到F1 乘上-k除了0,再乘上-2k 那就是不符合症 所以不管任何时候,它应该都是这个症子 直到Omega等离开的话,三个k除了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它就去腱腱腱腱腱 然后,过后,它又跳到腹腱腱腱 所以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这个,就这样找到了你的剑吧 当然,实际上,你找到的点呢 就只有腱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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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出这种图,ok 明日圖就有屏幕,然后就这样固执出来 所以同学有没有想过,要固这个图有什么方法可以固执吗? 除了用你的手,还有你的电脑 然后可能跟同学分享一下剧情的一个影片 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叫副业转换 谢谢大家 我们来试试看 感谢观看 before electronic computers people the mechanical computers for specific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one such machine was this albert michelson's harmonic analyzer this 19th century machine adds together cosines to create intricate patterns amazingly it also does the inverse operation it can take a pattern and reveal the cosines that when added together will approximate this operation is called fourier analysis and it's possibly the most important mathematical technique of the past 100 years without fourier analysis could be no key ok ok 先讲一下我怎么会先给大家提一下物业的专画 基本上其实你的激震的比呢是一个水平 是一个频率 ok 所以你如果说有多个频率 ok 所以你的这个位影呢是加入在一起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激震 ok 为什么讲激震呢等一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是通过这个去屏去转动带动一个轮 然后这轮呢去带动上面的这个这个壁 然后上下移动 所以说大概差不多 there さ�其实能夹 some的东西 我访问你此夾7,"Tsk"; 所以你要在断震的话 另外一东西里大概几乎些什么 所以他的这个 他把转动 比如说你脚伸他 你的脚板是转动 转圈 那谁在做 sine wave 动作 是你的膝盖 大腿末端 上下的运动 这就是 sine wave 你把一个圆圈的运动 转换成sine wave 或者sine wave 然后就是说 跟你转动的圈 还有连接相比 就比如说 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尺路主 他的那个数不一样 所以就变成 有不同一倍率的转速 两倍的转速 三倍的转速 Components of machine and how each place is part 是 这些转速的转速 这些转速 是 这些转速的转速 是 这些转速的转速 是 这些转速的转速 是 这些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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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速的转速 是 这些转速的转速 这些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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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速的转速 这些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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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速 这些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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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后面 对 老师还没讲的是 X2 X2的四 是一样 但是是把 这个 D 用来取代 你分 第二行 大家看那个意思 然后 你的 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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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它不同的地方 它就是 你的分子 是直接 F1 所以你在画图的行动 你会发现 诶 跟我们刚才画的 X1 屏运图 X2 屏运图 它的长 就不大 一样 它并没有一个 零点 OK 所以这个零点 就叫做 Modal Point 所以你如果说 你要避免震动 你要把你的 相机 装在一个 Nord Point 上面 OK 所以 整个无人机在震 在这里 可能造到 一个Nordal Point OK 那就等于 比较整 OK 好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 其他的震动 OK 刚才讲 讲过的是一个 外力造成了 急震 然后现在呢 啊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地面震动 造成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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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震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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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只是单一个 自由 因为这个 质量快 然后 对盘 所以 如果 地面有震动 所以 它会造成 这个 质量快 共振 但是 因为 你 痰 同样的 质量快 大小 不一 所以 这个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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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结构的 工程 这个 平衡就不错 OK 所以 你可以看 这个 这个 低远 它的 平力在增加的时候 我们用 稳住 轮盘 OK 所以 这样它才生 一个 一个 往复的急震 所以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 安防 最长的 OK 对 所以 首先发生了 空阵 然后 震度也最大 然后 接下来 可以再高一点 就会轮到 安防 中 中 厂部 然后 像 安防最短的 最低的 平率 就是 激震 整个 工程的 影响 没有 所以 在 中 中 中 一 三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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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五 三 五 三 三 四 三 四 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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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